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Gima 你看不免俗的 對 這是媽媽送給我的 媽媽送... 你看 講來講去都有媽媽在裡頭 對 爸爸媽媽應該這麼講 是 這是觀音喔 這是觀音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媽媽不知道我的守護繩 其實就是觀音 因為我自己在台北 然後就去某一間很知名的師傅那邊 然後師傅都說 你的守護繩是觀音 然後它其實幫你擋了很多 所以你跟觀音特別的有緣分 對 然後後來就媽媽送了這個之後 我說觀音耶 可是為什麼 你觀音配Chanel 沒有 不是啦 這是不同年份 對... 嚇到 想說這裡很虔誠的 然後這裡很疑惑的 看到這個我也是覺得媽媽很可愛 很跳動喔 很可愛 我覺得 你邊說我讓請老闆邊看 是 媽媽很可愛啦 然後她就說 我說妳為什麼要送這個 我其實也沒有在帶 她就說沒有 這個就是讓你收藏 然後讓你可以在 如果有戰爭的話 這個很好用 大人都是這樣 可以打去盪 換錢 換現金 對 不是啊 你們都沒有經過戰爭 就講得根本就不入情 不入理嘛 媽媽說的啊 到戰爭的時候 就可以換機票 懂嗎 換錢 換鈔票有什麼用啊 鈔票不值錢啦 對 換機票 那也很重要 我告訴妳 媽媽為什麼送黃金 媽媽擔心女兒嫁不出去 叫 這個意思啊 妳到現在還假裝不懂 我剛剛講 媽媽為什麼送黃金妳知道嗎 所以妳趕緊嫁吧 對不對 嫁出去對不對 我們也好拿一點 沒有 我媽媽都說 捨不得我嫁耶 媽媽一定會催婚 什麼 怎麼這個 女大都應該當嫁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不嫁啊 然後就會送黃金給妳 就提示妳 有這個好的對象就趕緊結婚 不要再搓脫光陰了 對 懂得嗎 我是找不到好的啊 找不到好的就找啊 妳每天工作忙 當然找不到啊 請老闆都幫我介紹啊 是喔 我問問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媽媽給妳買的 這是純金的喔 對 對不對 對 純金 她真的是去金馬店買的 我知道 純金的 而且這個黃金是真的 零點點 真的 我這樣說 這是9999黃金 她用手就是去到多了 這個重量大概是 六千到七千之間 這樣也不少錢耶 也四萬多塊耶 好耶 媽媽催婚 還真的是有點大傷本 有 一年一次還好啦 對 還OK啦 送給女兒的禮 給女兒 我那邊有七 八個 那邊都要放出來 真的啦 所以妳是假裝不懂 每一年就收黃金這樣子 對 媽媽送到現在想說 怎麼還沒有 我們來試試看喔 看看她到底有多重好不好 來 有沒有數字 七千 你看 好重喔 媽媽的愛心真的是 太偉大了 很重 那妳媽媽送妳 有沒有叫妳反省啊 反省什麼 沒有 就是怎麼找不到證源 女兒也漂亮亮亮的 然後也沒有不良嗜好 又會賺錢 又會省錢 捨不得吧 我覺得 那妳自己啊 我啊 為什麼都沒有碰到好的姻緣 因為就是 都碰到不好的啊 所以報紙上寫的那些都是 不好的 就是 對 沒有緣分 也不要說不好 應該是說自己的經歷 或者是那時候不懂事 不懂 所以被蒙騙了嘛 對 像曾經 其實這新聞 大家也都知道 我曾經剛出道沒多久 認識了一個朋友 就是男朋友這樣子 然後後來相處之後 才發現她 其實 我 對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怕遇到這一種 對 交往一年多 然後發現她已婚嘛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 用最快的速度離開她 妳什麼情況下發現的 看她的手機 因為我就覺得 那個懷疑一直累積... 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妳就覺得 我不趕快找出一個答案不行 所以我就趕快 趁她不注意的時候 我就趕快看她的手機 所以 就是真的有看到一些 合照 文字這種的 就嚇到了 嚇到了 然後我就趕快隔天 我真的是隔天 我是真的立馬斬斷的 因為我覺得 我無形之中 好像破壞人家的感性了 對 但我真的是無知的 對 怎麼那麼衰啊 遇到這種渣男 對啊 因為他們時候的行為 你雖然會覺得怪怪 譬如說 我不能去她家 然後她給我的理由是說 我媽媽不喜歡我帶女生回家 對 然後反正就是覺得 她每次來找我 就覺得好像是 找空檔 一切就要走了 對 然後這長時間累積下來 你才會覺得 這男生行徑真的怪怪的 然後才想說去找答案 結果真的找到了 我就隔天去 我還送便當給她 跟她說分手 幹嘛給她吃 給她餓死 因為我要神不知鬼不覺 把我家的鑰匙先拿回來 很聰明 我要先拿回來 因為我在這方面 我覺得我還滿理智的 是 對 聰明 那妳會不會因為那一段感情 嚇到了 所以談感情就 不會耶 我覺得就是 人生總是要經歷過 一些什麼事情 不管是好的壞的 它都可以讓妳有經驗嘛 增長的養分 增長養分 對 養分 我覺得不會後悔 沒錯 尤其是女生 要找一個歸宿 就是一定要找一個 真的好的歸宿 對 否則也別嫁了 沒事 對不對 妳嫁了以後 妳想想看 妳就變成被害人 千萬不可 對 所以我也跟我女兒講說 能不嫁就不要嫁 因為我們 是不是 家長都這種心態 因為我們要選一個 正常人 這個要求不高吧 沒錯 正常人 合理的就行 自己的條件又不是多差 為什麼一定要去這樣子 不要講究 對 不可以講究 不可以隨便講 新時代女性不可以講究 沒錯 好不好 雖然說媽媽的期望 可能我們還要再耽誤幾年 對不對 繼續 明年繼續收金響鏈 對 那個晏霈 妳有一個好的學習對象 因為上班地點 妳都要領口嘛對不對 對 妳後面那一位 左邊那一位 是妳很好的學習對象 結婚就要像她這個樣子 見好就收 見好就收 對 所以得遇到好的 她現在就還沒遇到 對啊 她一定是錯過 現在我都覺得 別人的老公是最好的 但是人家都會不好接 你幹嘛 不要搶 不要那個 是我老公 我說沒有 我不會 我不做這種事的 是 沒錯 對不對 略緣就斬斷 對 對不對 好 那媽媽的這個禮物 還是收到了啦好不好 因為經過請老闆提點之後 你就知道說 原來是媽媽有所期待 所以我們也幫她見個價 好不好 好 大概 來 好 多少錢 請見價 成金了 成金的 你看 其實我覺得收禮物 也不是收它的價值多少 其實是它的意義 對 對 這樣一講才知道 原來媽媽有這個期待 看到這個就會想 這是媽媽送給我的新衣 沒錯 所以都把它放在保險箱裡面 媽媽就是愛女兒 好不好 是的